火神祭是萨基拉雅族每年重要的祭典和传统风连祭不同的是 这是萨基拉雅族子役对祖先的追思祭典 为了让祭典能够顺利举行 筹办单位26号在萨古尔部落展开祭屋的搭建 希望在10月3号可以顺利举行火神祭 一年一度的花莲萨基拉雅族火神祭典将在10月3号落日十分开始举行 为了要让一年一度的祭典能够顺利的举行 承办单位也正积极搭建祭物以及环境的整理 希望在火神祭当天能够为祭典隆重举行 我们协会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重视文化传承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在搭建祭物的部分就召集了部落的祈老 还有头目来做搭建的工作 那藉由他们的传统的工法来继续传承下来 然后让撒奇拉雅族的后裔们能够继续把这样的文化 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也希望透过这个祭典能够让世界能够看得见 我们台湾有这样美丽的原住民文化 也更希望在10月3号那一天能够召集更多的撒奇拉雅族人们能够参与这样的祭典 虽然细雨不断并没有交袭族人的热情 正在紧罗密谷的大祭屋 希望在10月3号能够以最完整的祭祀广场 为今年的火神祭展开撒奇拉雅文化传承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